七机车燃料费大家缴了没 距离最后补缴期限10月31号已经没多久了 但北桃园地区还有超过6万人没有缴费 桃园街里站提醒民众赶快缴费 如果在预期未缴可以发开罚300到3000元的罚还 在北桃园地区大概还有69000多个民众 七机车还有69000多个民众还没缴纳 所以我们监理单位在9月底已经发了补缴通知单 希望民众可以在10月31号前都可以持单 不管到超商还是银行或邮局去缴纳 希望民众都可以按期缴纳 否则按照公路法75条的规定 要是没有按照期限量缴纳会处罚到3000到300元到3000以内的一个罚员 街里站提供多元缴费方式方便民众缴纳费用 可以到超商邮局甚至监离网站app缴费 街里站也呼吁大家使用约定赚账扣缴 就不用再担心预期忘记缴费而受罚的恐惧 甚至最后假如说还是预期的话 甚至这个罚员都会移送强制执行 那是为了让民众各个不要忘记这个缴纳燃料费的一个部分 我们经理单位特别有所谓的汽车燃料费约定扣款的一个服务 那每年都假如说办了这项手续的话 每年都会自动到你的账户去扣款 民众也不用再担心忘了缴纳 提醒尚未缴纳汽燃费的民众 与其缴费除了有罚缓 再不主动处理 不只会停止车辆移动服务 还会面临强制扣款扣薪甚至查封拍卖 呼吁大家赶快交费 以免得不偿失 记者赖伟一桃源报道